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Emma 今集我们来分享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星宜 在聚述图片的时候都可以更加增长 或者可能提升他们的语句组织 我们马上来看看有几样的示范 当然,如果我们讲到聚述图片的时候 可能家长会找到的就是这些图片 例如我们会看到有人在帮忙拍照 可能有个女孩也会拿着电话帮忙拍照 好像很多事情发生 或者可能用到这些图片 在学校里面有个老师在 有些小朋友在拼拼拼 有些小朋友在画画 有些小朋友在拼積木 但是作为前期训练的时候 我比较建议先不要找一些那么复杂 那么多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图片里面的一些照片 相反的可能我们是找一些比较简单 可能真的只是一个人物一个角色 他们只是在做一件事 而那个物件也是非常清楚 这样让他们看到 作为一个初阶段的训练基础 因为如果可能你找到一些背景很复杂 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第一他们可能是需要 比较复杂的语句组织 才能够表达到 第二可能星宜 有时候他们是off focus 不知道究竟要看哪一个事情 哪一个人物的身上 可能对他们来说都会比较复杂 好了首先第一步 我们选择了一些适合的相片 或者是一些图片 是简单的 背景又简单 人物突出 做的动作 都很明显的 像我现在的例子 接着我们就可以很简单 给一点点的visual prompt 我们叫图像的提示声儀 给他们很清楚地知道 究竟我需要有什么组合 去组成一句句子的呢? 首先也是 由简单开始 一开始的句子里面 通常会有个人物 跟着就是有动子 跟着在做什么 我们最简单就叫做svo subject,verb,object 所以如果我用图片 和星宜去表达的时候 我就会说有个人的 要说做什么 有个人是谁 跟着他们做些什么 然后当他们对照 刚才那个template的时候 他们就可能指着 人物 哥哥在这里喝水 慢慢透过图像就知道了 哥哥喝水 他们知道 我们对他的语言的要求 就是需要有这两个组合 然后用多些不同的图片 给他们应用在不同的图片 照片 身上都能够展现出来 例如可能我们知道了 我现在这里就要说 妹妹 喝水 又或者可能这个 大解 食 康宝包 这样 当他们用的纯熟的时候 我们减少用一些图示 去提醒他们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我不让他们看这张图示卡 我就这样 拿一张照片给他们 然后就问他们 发生什么事 他们要自己记得 原来现在我形容一些图片 我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需要说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需要说到人物和在做什么 所以他自己一来 不需要有那个图像的图示 他已经可以说到 妹妹在这里喝水 当阿星儿能够掌握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也都家长 可以试一下 不只是要他们形容图片 可能我在他面前 当刻的 是在做一些事 例如说我在他面前 在喝水 然后我问他 发生什么事 他又要记得了 原来我不是只是 形容图片的时候 才需要用一句完整的句子 有时候我就这样回答问题 都需要用到 说到 妈妈在这里喝水 那当然 如果他转换了 从图片转换到去 形容真人发生的事的时候 然后他又转转了 他不是很记得 之前的要求是什么 那同样地 都可以给他们看回 这些图示的提醒 让他们知道 就是说 哦是哦 我现在是要先说了个人物 跟着发生什么事 这样 好了 当了 再下一步了 再难一点 我们对他们的要求高一点的时候 就可以说了 地方 变成他的预告组织里面 我们也可以同样地 用图示去教他们 就是人物 地方 在做什么 那我们的图片找了 也都要有了 比较清楚 看到那个地方 究竟在哪里 例如说 这里很明显看到 是一个游泳场 又或者可能 另外一个 在这里 很明显看到 是个游泳池 那同样地了 也是给他们 看到的 那个图示 然后他们就要知道 我要说到个人物 哥哥 在哪里 在做什么 然后拿个图片给他们看 弟弟 在游乐场 玩测滑梯 或者是另外一些不同的图片 姐姐 在游泳池 游泳 这样 慢慢和刚才的做法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拿着图示卡去看他 现在发生什么事 他就要跟着了 妈妈 在游泳池 游泳 之后下一步 我们就拿走这张图示卡 他只是一来看到那些图片 他就要记得 啊 我的一个 怎样长的句子的要求 是需要说到地方的 我要说到 弟弟 在游乐场 玩测滑梯 这样 那当然了 慢慢 你可以去到不同的形式 例如看图书的时候 可以多问他 又或者可能真实发生 他远远看到那个人在做什么 你问他的时候 用一些比较长的句子 去表达自己 所以 当星鱼了 在可能是比较简短 就这样 SBO 甚至乎 去到地点的 可能是妈妈在游泳池游泳 都能够掌握到 那渐渐 你就可以用一些我们初期 刚才展现比较复杂的图片 都可以说到 例如说 可以增加一些conjunctions 妈妈和爸爸和妹妹 又或者可能是多些不同的事情发生 这个蜡蜡就在看浴缸 这样 所以都是用一些图上提卡 帮他们 可能是拉长他们的句子组织 今集我们分享了一些方法 去帮助星鱼提升他们的语句组织 如果有兴趣 知道更多训练的方法 或者可能是关于ABA的资讯 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 我们都会定时推出很多不同的影片 去跟大家讲解分享一下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